其实来这里呢 我们每天早上从7点45分出发 回到饭店通常就是10点多了 那么有很多的拜访行程 那在第一天呢 其实我已经稍微PO过 记得回去看 就是在机场 还有因为旅游泡泡的关系 所以对疫情的一些裁剪的措施 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记录 那第二天呢 我们其实去参访了总统府 还有就是去外交部 然后国家博物馆 还有就是国家的医院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行程 就是马不停蹄的 每天去参访跟采访不同的人 所以这是第二天紧凑的行程 我们一大早就来到总统府 看总统隔了一天 还是很有精神 早上 你们都要上班了 早上 早上 接下来总统就跟大家说 他对旅游泡泡的想法 然后我们就去他的办公室了 这是华航送给总统的飞机 还有他在展示的各种礼物 媒体朋友真的是很辛苦 一直在努力的工作 我把我的论文跟总统报告之后 拍了张照片 也把带区的物资 就是一些保养品 试用品拿给总统 我们新冠的团队跟总统 在总统办公室照了张相片 墙上是历任总统的照片 小白宫的外面还是蛮漂亮的 总统亲自带我们去导览小白宫 这是开会的地方 最重要是一个秘境 就是小白宫的顶楼 让我们看四周的景色 大家都很高兴地在这秘境 拍了一张照片 之后 总统讲了一个关于他们故事版的故事 然后很荣幸的是当他的翻译 之后我们就赶去访问观光局局长 趁媒体在忙的时候 偷偷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一个酋长也来参加访问 这酋长也算是认识很久了 中午吃完饭就去大使馆访问 然后再赶去帮流国家博物馆 其实我还蛮喜欢看里面的文物的 这是他们的独立宣言 之后再赶去总统办公的地方 这是我曾经反过过上一任总统的位置 这是总统另外一个办公的办公室 之后赶到医院去 这时有太鲁阁的事件发生 希望尽快快回来 为那些年轻的迷惯 为那些年轻的迷惑 真的非常舒服 为那些失败的痊愣 我只是希望尽快出发 与人们的台湾 在这时的危机 最后是一些关于我们医疗团的采访 终于忙到大约七八点才吃饭 吃完已经十点多了 最后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或是让大家看一下老爷饭店的美景 看哦 所以起床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样子的风景 有没有听到欢乐的音乐声呢 那其实老爷饭店是服务非常好的饭店 希望大家来都可以来这里体验 还有它的SPA听说是很不错的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来试试看 感谢你听到这里 我们下回见